駕駛一如往常开车出门 经过前方弯道 旁边这辆大货车副驾驶坐后头 支撑架怕的一声突然打开向外延伸 吓得他赶紧打方向灯 加速网友超车 另一名骑士超前部署 全身离大车远远的就怕遭受波及 你大车是远一点 看到他不然是现超车 不然就是避开他 通常我都会慢慢速度 不要跟在大货车后面 事发在二三号傍晚五点新竹食品路 旁边就是新竹动物园体育场 失去车流量不小 偏偏遇上货车司机 不晓得是机具故障 还是不小心误触开关 导致支撑架松脱弹开 虽然对方察觉异状 马上下车收取伤后 如果民众检举 警方可疑道交处罚条例 装载不宜规定 对司机开罚三千到一万八千元 旁边的辅助器 辅助器它没有固定 一般如果有固定的话 它还会有另外一个安全锁 你单单如果说靠那个锁定的话 如果它的间隙过大 车子在跳动 或者是有颠簸的时候 它一定会弹出来 修车师傅说 驾驶没固定支撑架辅助器 或是叉烧年久失修松脱 恐怕是闯祸原因 受害网友近乎想架我拐子 好险我一个念头闪掉了 机车撞上不死也重残 还有人近乎是在看电影 难道狂派金刚要变形了吗 毕竟货车开到一半 居然弹出伤人力气 他也好心提醒 离大车远一点 平安跟随你 华日新闻庄明线新竹报道 哈喽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日新闻的YouTube频道